報紙的重點訊息關心的是 馬英九總統昨天表示 太平島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他從來沒有排除去太平島的可能 不過沒有定案之前 不會對外表示意見 根據了解總統府正在規劃太平島行程 馬總統預計下個月成行 而這項計畫曾經 包括美國在內的相關國家都打過招呼 這個月底巴黎舉辦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搭著實施議題 馬總統兩天一夜的能源之旅 中部趴趴走展現減碳決心 同樣要硬起來的 還有宣示中華民國主權 傳出12月馬總統將登太平島 太平島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我從來沒有排除這個可能 不過在沒有定案之前 我不會對外表示意見 馬總統也在談到 三海和平倡議的必要性 台飛簽漁業協議也跟日本化設漁區 台海和平有什麼具體行動 馬總統從馬席會延伸 在跟大陸的話 我們簽了23個協議了 每一個協議都是廣義的和平協議 因為沒有和平不可能簽這些協議 所以我們也沒有說永遠不談和平協議 但在現階段我覺得目前 可能目前所進行的程度 我跟習先生都已經碰面了 不像你們看了又有人說 馬席會就是另外一個形式的和平協議 其實在這種情況下 還有沒有在這個階段要去簽和平協議呢 確實不是我目前考慮的重點 馬席會確實讓馬總統信心大增 不過當時會面七人名單之一的吳美紅 卻在此刻請辭轉任行政院顧問 吳美紅完全是因為他個人的 心涯的問題 那跟政策毫無關係 最近一連串動作 馬總統頻頻搶曝光 是不是為了明年選後回任黨主席呢 馬總統打太極 說不知道有這樣的制度 但版面搶得胸 怎麼布局 馬總統心中自有盤算 永連TV科市長蕭比 中部綜合報導